各位观众朋友们上午好 今天是5月28日星期一 我们在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 为您现场报道 本地著名金融企业家 林泰之女林萌梦 涉嫌谋杀其妇女友 著名歌星杨丹的案件 林泰亲自参与了此次庭审 他请来的辩护人士 与他合作多年的辩护律师周立 本案的公诉人童涛 是林泰多年的老对头 而本次出庭指证林萌梦的 是跟随林泰多年的司机 孙伟 根据我方证人证词 林萌梦驾车撞向了被害人 被害人的头部 撞到了墙上的钉子后死亡 审判长 综上所述 凶手就是林萌梦 辩护人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想问一下 证人孙伟 你对林泰印象如何 林先生是我的老板 一直对我很好 我很感激他 撒谎 我没撒谎 你恨他 我为什么要恨他 因为你知道 你老婆跟他上床 我反对 对方律师正在对我方证人进行侮辱 这不是侮辱 这是落实他是否在撒谎 反对无效 继续 孙伟 如果你还是个男人 请你如实回答我 你恨他吗 不是 你说是 是 我恨他 我恨死他了 你知道林泰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他的女人 等着 宋静 法案发生变化 即刻休庭 杀人偿命 但是谁杀的谁来偿 你开个价 你终于不再跟我演戏了 价钱你来定我绝不还价 姓林的你给我听好 不要以为你自己有钱 你是可以拿别人的命来定 陈班长 我方需要审问证人孙伟 同意 请陈述 孙伟 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 情节严重者 污蔑他人者 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这个凶手你还认吗 证据确凿 你还想要干什么 这是孙伟的医院检查报告 他现在是癌症晚期患者 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 能够让一个癌症患者 出来顶罪呢 大家都知道 孙伟是林泰的司机 两个人相识了十五年 那么他很有可能 被林泰给收买 林泰 这种事你做得也不少了吧 我反对 这是公诉人在主观议策 反对有效 公诉人 请注意你的言辞 这是孙伟个人银行转账记录 案发前两天 林泰 给你转账一百万元 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这一百万元就是用来收买你的 而真正的凶手 就是林萌萌 不是 不是林萌萌 真的不是她 也不是我 也不是我 是真的的凶手啊 是林泰 案发生重大变化 一刻休停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是真相 你得告诉我 凶手到底是什么 是重要吗 朱莉 我不能出事 我的女儿也不能出事 官司打赢了 你的价格我给你翻三倍 这就是真相 你失忆 你失忆 根据我方新的证人证词 林泰杀人后 收买了自己的司机 嫁祸给林萌萌 张班长 我方需要审问林泰 同意 请问林先生 你如何看待 杨丹前几天的绯闻啊 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吧 炒作呀 十五家媒体同一天报道 而且有清晰的视频为证啊 不是 风天长官你想问什么呀 我想请问林先生 你如何看待杨丹的绯闻 陈判长 我觉得他问的问题 好像跟本案无关吧 我可不可以拒绝回答呀 工作人 注意你问话的方式 但是作为证人 你必须接受盘问 案发前十五天 你送给了杨丹一枚价值 一百三十万的钻金 是不是 我这一生当中送给过很多女人钻戒 怎么了 但是唯独只有这一枚 里面刻着两个字 太单了 看来你对她用情很深啊 你是想跟她结婚吗 没错 我是想跟她结婚 未婚妻红杏出墙 这对男人是奇耻大辱啊 我警告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个问题 好吗 请问林先生 面对这么大的侮辱 你是怎么做到忍辱负重的 我没有觉得我受到侮辱啊 那你这绿帽子 谁给你戴上的 不好意思 你千万千万不要跟我说绿帽子的问题 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实情 我告诉你 我们俩在这个事情之前 已经分手了 明白了吗 你撒谎啊 如果真的是你说得这样 你的女儿 干吗要去找她 因为你的女儿 忍受不了自己父亲的懦弱 懦弱 但是杨丹 却当着萌萌的面 又再一侧地侮辱了你 那是她侮辱她自己 案发当晚 孙伟明明听到 杨丹指着你的鼻子骂道 我不做你的林夫人能怎么样 因为我在车里头 改了她两个嘴巴 怎么了 但是下车之后她又侮辱了你 所以我开车撞死了她 我撞了她一百遍 我要把她撞成肉泥 怎么了 林泰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 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 你有什么资格做父亲 陈班长 本案的真凶 是林泰 辩护人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不反对 本案休停 林泰 鸡牙后审 爸 爸你不能这么说 我们别说话 我们别说话 我是这样子的 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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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话 我是这样子的 你们听我说 你赢了 不要说话 不是这样的 我以为林泰她会困兽有道 可我竟然在她的眼神中 看到了一种心甘理得 看到了一种心甘理得 其实那天在法庭上 我收到了一个邮件 是林泰杀死杨丹的视频 拍摄地点 就是在一比一花园的停车库 那孙伟加一报案 也是林泰受益的 案发当晚 王门开车撞死了杨丹 她故意让你发现孙伟的证据 她现在是癌症晚期患者 这一百万元就是用来收买你的 好让孙伟当庭翻供 是真的那凶手啊 是林泰 就是为了一步一步 让你指认她就是杀人凶手 本案的真凶是林泰 带你不想这样说 带你不想这样说 不是这样子的 你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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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话 不是这样的 不要说话 萌萌 你小的时候啊 哪都特别地小 天一黑你就哭 我就把你抱在怀里面 你就在我怀里这么睡着 我就这么看着你 天亮了 多好 我把我的女儿 从黑暗里带了出来 时间过得好快啊 老婆 一扎远你都二十岁了 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爸爸不会让你再黎明 爸爸心会疼的 老妈 爸爸爱你 唐叔叔 白钥子的事 爱情发生重大变化 我会立即深情重申 掌声送给黄俊鹏老师冯嘉宜老师 感谢林萌萌的扮演者柴薇 也感谢我们每一位助演老师 谢谢你们 我们也来听一听 非常爱护你们的三位导师的点评 在这个作品里啊 每一个人物有精准的定位 三位演员都非常好的 完成了自己角色的设定 恭喜三位 我认为刘花在整体 这个角色的塑造上 完成得很出色 无论是情绪的转换 还有演示与目的的形成 他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角色 尤其在最后一段 作为父亲 所有的阴谋也好 复杂也好 我以为在那个时候 以一种轻轻的语境 表达所有重重的情感 是合适的 我就是以我自己的一点 小小的这个建议 我告诉演员 如果碰到这样的戏 应该怎么演 这是要完全去掉 那个表演的那个腔调的 不要想着 现在这是一团法庭戏 然后我们要开始演一个法庭了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去掉 就是我们来演这种戏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把自己 当成一个符号 而其实我们是人 就是在这一项呢 就觉得有点使劲了 这个当中呢 我也看到几位 就是非常努力 杜淳和亲子 都是在呈现那个变化 我觉得反而是那些部分 其实你们还是抓到了 一些东西的 我讲点幕后的事情吧 那个杜淳从来的那一天 就生病了 然后昨天我们一直合成到了 将近四点 他高烧三十九度多 而且满脸都起了疹子 我都担心杜淳今天倒下 也辛苦大家了 谢谢 其实对于杜淳来说 演了很多年的戏 扮演过很多角色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他呈现了很多让人既有心 耳目一新的状态也好 角色也好 我希望有更多的观众 可以重新认识他 感谢你 谢谢 接下来请各位 行使你们的权利 一号代表刘欢 二号代表看亲子 三号代表杜淳 如果说刚刚的句是悬疑句的话 此时此刻应该是最大的高潮 因为即将为各位揭晓结果 首先要为各位公布的是 观众评审投票结果 刘欢 102票 看亲子 93票 杜淳 104票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杜淳的观众投票是最高的 所以我希望杜淳可以拿下这一局 我觉得刘欢 他表演尺度拿捏得非常精准 我相信他这一场一定会赢 还挺紧张的 因为这个角色对看亲子来说 其实难度和挑战 只是有点过大了一些 所以我挺为看亲子着急 接下来至关重要的 专业评审团投票 他们的一票相当于10票 请为我们揭晓 专业评审团投票结果 刘欢的表演 内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和到位 这种纠结和心理活动 用几个层次传递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 杜淳是好的演员 他做到了他应该有的本分 尽可能地把感情投入进去 然后并且把它处理得非常好 看亲子 中国电视剧里面 职业女性的角色太稀缺了 一个能够把职业女性 演出来的角色 是值得为珍惜 刘欢 专业评审团投票 刘欢 专业评审团投票 5票 相当于50票 看亲子 40票 杜淳 10票 最终结果 刘欢 152票 看亲子 133票 杜淳 114票 恭喜刘欢 胜 演员一秒入戏 辞光探亲 心动演技 投口竞技时刻 恭喜 刘欢 获胜 谢谢各位 真的感谢感谢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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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感谢感谢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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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